高雄鳳山這間牙醫診所 開門不到一小時 就掛出修整牌子 因為它隸屬的ABC牙醫聯盟 被爆出涉嫌聘用非法醫師 炸零劍爆 但是擔心也沒辦法 我還是要腳趁 要這個訊息會覺得有點驚訝嗎 有點吧 患者聽到消息不敢置信 畢竟ABC牙醫聯盟 分布海內外 破具規模 去年三月衛生局 貨報有無罩的紅杏實習密醫 替患者治療蛀牙 檢方展開調查 發現聯盟總院長謝上廷 掛名董事謝上人 還有聯盟的營運長陳建宏 小港鳳山診所的負責人等六人 涉嫌聘請十三位非法醫師 詐領健保費 其中一名陳姓女子被查出 就是牙醫聯盟營運長的女兒 在波蘭取得學位 但還沒取得台灣實習醫師資格 就非法看診 判決更指出她違反醫師法 被裁定限制出海出境 四月她曾申請暫時解除限制 要到韓國參加牙醫研習課程 遭到法院駁回 涉嫌就是聘請十三名密醫 好像有涉及到 詐領健保費的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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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聘請密醫 總院長謝上廷第一時間否認 ABC聯盟發聲明 全力配合司法調查 主治醫師指導實習醫師 進行醫療業務 如果逾越法令會負責 不過海外醫師在診所實習 法令上有疑慮 從去年開始全部暫停 大規模牙醫集團 涉嫌聘用密醫是否屬實 檢方約談將近二十人調查釐清 三立新聞黃大衛 黃志仲 昏山高雄報導 黃志仲 昏山高雄 黃志仲 昏山高雄 黃志仲 昏山高雄 感谢观看